我国古代传世最长的朝代,是名义上绵延了近八百年的周朝,不过在实际上,周朝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统一的王朝,因为它实行的是诸侯分封制。 这个制度的核心,是周朝的中央朝廷,对所有封地只具有名义上的所有权,而不具备实际上的而管理权。 尤其是到了东周以后,大家对这段历史的称呼,往往是春秋战国而不是周朝,更甚者,可能还会有人不知道,在七国争霸的时候,周天子还依然健在,只不过当时的周天子已经纯属百胜。 除了周朝之外,另一个跨过三百年大坎的是汉朝,不过这个汉朝虽然在名义上只属于刘邦家族,但在实际上,这个汉朝并没有真正的从义而终,而是在东西两汉之间还有十五年的间断,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汉朝也没有真正的破除三百年的魔咒,此外,宋朝的三百一十九年也存在很大水分。 除了这些国座在名义上突破三百年的王朝以外,其他各朝在名义上也没能破除三百年的魔咒,他们存世的时间,最长的也不过只有二百七十六年。 那么在实际意义上,为什么古代的朝代就没有一个能真正的打破三百年的魔咒呢? 我们以存世时间相对最长的明,轻微力来做以说明。 明朝的建立是因为元朝的覆灭,而元朝的统治者并不是中原本土人,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,清朝的建立者也不是中原本土人,而是关外的女真人。 从统治者的来源上看,明朝和清朝似乎有很大的差别,但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性,那就是明清两朝的建立都属于破而后立。 而除了明清两朝之外,其余绵延相对较长的王朝,往往不属于颠覆,而属于继承。 一个王朝的建立,一般会有以下几个相似的步骤。 首先是一个新时代的建立,新朝的建立往往伴随着战争,而战争一般都会破坏原本的社会结构。 因此,新的朝代建立之初,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大力发展国力,而是让民间休养生息,依靠宽松的而管理环境,而使民间自我修复。 等到民间的自我修复完成了个七七八八之后,一个朝代的盛世就到来了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,一个朝代的盛世,往往会出现在一个王朝的前端。 而盛世之后,一般朝代就会开始走下坡路,如果在这个朝代灭亡之前,国家没有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改革,那么这个朝代可能很快就会夭折了。 如果这个朝代中期进行了改革,那么这个朝代就会被续命,从而他的国作就会被延长。 那么这个表面规律的背后,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次逻辑呢? 一个朝代建立之初,因为战争等多方面的原因,往往总人口的数量会下降很多,而相对而言,供给基层百姓的生产资料就会相对富裕。 再加上朝代初期的宽松政策,朝代初期的底层百姓就会因为政策和食物的宽松而生活的相对凑合。 但一个朝代的盛世出现以后,往往伴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,而此时的土地等资源如果没有同步增加,那么基层百姓所拥有的土地等基础资源就会相对减少。 就在与此同时,朝廷的上层已经基本地完成了阶级固化,权贵的数量也开始增加,他们这群人所需要的资源,原则上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。 在这双重作用之下,基层百姓的生活就开始越来越差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朝廷为了把蛋糕做大,只能从王国的外部想办法来解决内部问题,解决方式一般有两种,一是通过和平贸易,带动国内的经济,二是通过开疆扩土,增加国家的底层生产资料。 不过这两种方式所得到的好处,不会公平分配,而是权贵们吃肉喝汤,百姓们减点残渣剩饭,别看这么个分配方式不公平,但是对于基层百姓来说,已经算是不错了。 就怕对外的经济贸易被封锁,国家也无力开疆扩土,以至于权贵们不停地与民争立。 结果基层百姓在忍无可忍之后,就开始被一些有野心的权贵们当成棋子,去颠覆现有的国家。 这种情况真的实现以后,新王朝就会继承救王朝,因为是继承,所以这种朝代可发展的空间就很小,因为新皇帝在继承的过程中,往往会需要部分就权贵的支持, 因此,旧权贵的危害也会被新王国所继承。 明朝和清朝之所以能绵延那么长的时间,原因有很多,但其中很关键的一条,就是他们都属于破旧利新。 破旧利新往往伴随着各种资源的重新分配,而资源重新分配以后,旧的权贵就会被新的权贵所取代。 新的权贵要想与民争立,往往比旧权贵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, 因此,百姓在这种情况之下,往往可以安逸的多一些时间。 但封建王朝的基本结构,还依然是皇室和权贵占据金字塔的顶端,基层百姓永远只能在金字塔的底层。 而朝代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,皇室和权贵的人数会增加,他们财富需求也会增加, 而金字塔的底端,除了分配基数也就是人口会增加以外,能分配到的资源一定是持续走低的。 如果此时没有外部资源的引入,那么基层百姓一定会越活越辛苦,等到基层百姓无法忍受的时候。 三百年这个数字,其实并不是个具体的数字,而是一种纸带。 它的实际意思是,古代的封建王朝做不到长长久久。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个魔咒呢?